为了照顾弱势家庭的学生 不用再担心经济的困境 也能够享有学习英文的机会 来看新北市政府为他们所举办的 暑期辅导娱乐营的活动 配合的学校中平国中 以及这群热心海外志工朋友的教导之下 希望引发学生对外语能够产生更多的兴趣 同时也呼吁同学要善加利用这项学习管道 投资自己为以后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由新北市政府办理的暑期英语辅导娱乐营 自7月3号起在中平国中展开 这个办理三年的活动课程 拉近了同学学习英语的距离外 更重要是照顾到弱势学生的学习进度 让他们不要因为经济压力 认为学语言是奢侈的开销 我们中平国中办的这个EasyLib 这个海外志工的英语夏令营 其实是办第三天了 那么主要是新北市政府要服务这些学习英文 学习弱势的小孩 那么提供他们一个资源 那平常我们报名的方式是五个学校 在新北市有五个学校中心学校 包括中平国中 那么结合社区之内的另外一所国中 以及三所国小 那么在下学期 每一学年度的下学期 大概三月或四月左右 我们就会把这个报名的资讯会透过各个学校的教务处 来把这个讯息传达给学校的学生 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个学习 英语学习的 学习的状况 程度比较落后的学生 大概在后45%左右的学生 我们希望这样的孩子能够因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资源 让他们的学习动机更强 也能提升他们的英文的程度 上课内容就绘制文教基金会内的志工们 编排设计因为是纯美式交法 所以上起课来轻松无负担 而且这群志工也因为在海外学习中文 了解学习语言的困难 自然明白如何深入浅出 引发同学兴趣 况且每班都还有小老师 可以及时翻译传达给小朋友 让他们与志工互动零距离 我知道我自己学中文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麻烦有一点难 然后看到小朋友来学英文 我看到也有一样的问题 可是因为我自己也有解决过 可以跟他们分享那种方法 我玩到美式橄榄球 还有足球 然后还有很多英文单字 觉得学英文很难吗 不难 可是这些大哥跟大姐姐 平常都跟你们讲一些英文 会不会觉得他们好厉害 或者是我都听不懂 我都听不懂 都听不懂那你怎么办 以后学 课程的内容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给他们教的最简单的事情 因为学生有不同的家庭 所以他们就在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他们的英文水平才不同的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是说里面算是台湾自工 所以我们是帮助那些 国小生或国中生听不懂英文的 帮他们做一整个句子的翻译 像是他们念完一个句子 然后我们帮他们翻译成中文 让他们更能了解到 来自美国自工所说的话 跟他们所要教学的内容 那教学的内容呢 有包括用科学 用体育 还有用生活的英语 来让孩子们以很轻松愉快的方式学习 在教室里面呢 我们跟孩子们的互动 是比较美式的 学习是长远之路 所以为了让同学们 对英语保持热情 学校的保温计划 维持同学们的学习动力 除了暑假这十天的夏令免费之外 我们在他们升上八年级之后的 一整学年都有一个保温计划 我们希望这些孩子 他们跟这个 美国来的志工大哥哥大姐姐们 他们学习了英文之后 不要他们回了美国之后 好像他们就断掉了 这关系就断掉了 我们希望他们学习的 这个温度能够持续 所以我们叫做保温计划 所以当他们回到美国之后 我们在学校还会设计 一整学年的一个课程 会利用中午的时间 有同步课程 就跟这些美国的志工姐姐们 会跟他们同步 然后透过视讯来做教学 另外一个非同步的课程 就是挥制文教基金会 他们根据他们的七年级 升八年级 还有升小五的英文课程 会做一套非同步的英文课程 学生在经过这一年 这中间 其实挥制文教基金会 他们会常常会寄一些鼓励的奖品 或者甚至于办英文拼字比赛 他会奖励他们 那中平国中我们会利用 结业式的时候 来办这个结业证书 然后也办这个奖状 所以主要是让这些孩子 不要因为家境的关系 或者因为他个人之前 失去了一些学习英文的机会 现在就放弃是很可惜的 这个数据不止全程免费 还可以让同学的英语保持在一定水准之上 是对许多无法上补习班 或是对英语有恐惧的学生 很好的学习管道 也希望这样好的教育福利 有需要的同学多多利用 多投资自己为往后的你创造更多机会 记得新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